咱们继续讲 平风马硬 当头炮 附近骑兵 过河鞠 对平炮对军 下面 黑方的主流走法 是退炮 也是马炮争雄 最大的体系 反正干了三百多年 没有分出胜负 民间首抄本号称野路的大权 走法独树一支 避开这种大体系 选择禁局点穴 要来压 红方的马 那红方一看 我进了骑兵 当然上马 自然流畅 是吧 下面平炮 准备出狱 先手捉炮 黑方就来封狱 那红方可能都笑了 正好以一代佬啊 对不对 野路子就是野路子 林波微步 绕了一大圈 下面 平炮打局 再平炮 红方当然上马 黑方进士 红方一看 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能进士呢 对不对 那我 当然是压马 你进了士 挡住炮 这个打局的手段 没有了 对不对 下面黑方的走法 更是匪夷所思 尽效 和这个马 有仇 红方白转一个大死 哎 正是一天能遇18次的 琴球卖马 下面黑方 平拘捉马 红方如果 高居宝马 我们就充足 那平炮 打局 多好的起啊 对不对 黑方怎么办呢 哎 就进马 马踹鞠 炮 打鞠 所以红方 必然是要打炮 那你打我的鞠 我也打你的鞠啊 对不对 黑方 有进足 那打着鞠 肯定要逃鞠 对吧 然后 咔嚓 再咔嚓 杀马 捉炮 直接 把这个炮 给干掉 红方 如果杀鞠 进炮 杀气 那平均 那平均蓝炮呢 进鞠 杀气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红方一看 高居宝马 不理想 我这个马 踹足怎么样 中路突破 对不对 但是踹过来以后 又知道 坏了 因为炮 打着鞠 这个不敢打马 逃鞠要紧 黑方马 又回来了 还好还好 只是 得回狮子 黑方 浸泡 打鞠 拿抓紧 退回河口 然后 进鞠 来砍这个像 红方的像 无处飞 关键 黑方 多子归边 红方的左翼 太空虚 所以平鞠 不光宝像 还要回房 黑方就进足 那红方 抓紧来 削弱攻势 黑方 再来一个炮 然后 进炮 打了像 炮碾弹沙 就没了 双举在 是吧 那肯定也不能飞像 这个咔嚓 咔嚓 所以 红方平鞠 不当炮架 黑方就上马 要再上马 踹着鞠 打底像 所以 所以红方 必然要 走鞠 这样你上马 打相 人家 这个鞠 过来了 对吧 双鞠回房 那 你杀不透啊 对不对 但是 黑方 一同到地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好 咱们再回到节点 看红方 第三种选择 黑方 就进一局 还是要看这个像 红方 还是来 削弓势 那现在 黑方 炮用不上啊 怎么办 就充足 红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这个擒球卖马 太嚣张 一公一母 都不要了 那 干掉双马 中路 自然就突破了 黑方 带进组 拱鞠 那 鞠肯定要走 平足 要 打底像 打了底像 不得了 但是 红方不能走向 如果走向 你进足 要杀 那只能进市 三局闹市 是吧 然后这个局 一点 下面平局 平局 就是杀旗 就是杀旗 黑方只能平降 尽码是双脚 也没摔 杀旗 就说行事非常严峻 黑方 怎么办 哎 打枪 那不能走摔啊 一招毙命 是吧 只能进市 退炮一将 只能退市 再兆头一棒子 这个时候 红方 一看 可能又笑了 那你也弄不死啊 对不对 你族还挡住巨路 你要再进族 反可不给机会 是吧 温馨提示 一招毙命 反正就一步 你这边弄不死 这个棋 黑方怎么办啊 哎 江湖掘地 悉心大法 直接 弃驱 红方 仅此一招 把老帅 吸出来以后 小族 顾布了 接着拱 是 不能动 被吊住了 只能平摔 浸泡一将 只能电炮 然后 拜拜